出埃及记 第十六章 以色列全体会众从以林起行 在出埃及以后第二个月十五日 来到以林和西奈中间训的旷野那里 以色列全体会众在旷野都向摩西和亚伦发愿言 以色列人对他们说 我们宁愿在埃及地坐在肉锅旁边 吃饭吃到饱的时候死在耶和华的手里 你们 盗饱我们领出来 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体会众饿死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啊 我要把粮食从天上酱给你们 人民可以出去 每天收取当天的份量 我好试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律法 到第六天 他们把收进来的预备好 比每天收取的多一倍 摩西和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 今晚你们必定知道是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明早 你们必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 摩西又说 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 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吃饱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们埋怨他所说的怨言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 而是向耶和华发的 摩西对亚伦说 你要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 你们走进耶和华面前 因为他已经听见了你们的怨言了 亚伦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话的时候 他们向着旷野观望 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在云中显现出来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以色列人的怨言我已经听见了 你告诉他们说 黄昏的时候你们必吃肉 早晨的时候必有食物吃饱 这样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了 到了晚上 有鞍唇飞上来 把银都遮盖了 到了早晨 银的四周有一层露水 露水上升以后 就见野地上有细小鳞状的东西 像小白霜一样细小的东西 以色列人看见了 就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 原来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摩西对他们说 这就是耶和华赐给你们吃的食物 耶和华吩咐的话是这样的 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食量收取 按着你们的人数 为帐幕里的人收取 一人两公升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 有的多收 有的少收 他们用生斗衡量的时候 多收的没有剩余 少收的也不缺乏 个人按着自己的食量收取 摩西对他们说 谁也不可把一些留到早晨 他们却不听摩西的话 有人把一些留到早晨 就生虫发臭了 摩西就向他们发怒 他们每天早晨 都按着个人的食量去收取 太阳一发热就融化了 到第六日 他们收取了两倍的食物 每人四公升 会众的首领都来告诉摩西 摩西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 明天是安息日 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 你们要烤的就烤吧 要煮的就煮吧 所有剩余的要自己保存着 直留到早晨 他们就照着摩西吩咐的 把剩余的留到早晨 竟然不发臭 里头也没有生虫 摩西说 今天吃这个吧 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今日你们在田野里 必找不着 六天你们可以收取 但第七天是安息日 在那一天什么都没有了 第七天 民间有人出去收取 可是什么也找不着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拒绝遵守我的诫命和律法 要到几时呢 你们看 耶和华把安息日赐给了你们 所以第六日 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 第七天 你们个人要住在家里 谁都不可离开自己的地方 于是人民在第七天都安息了 以色列家给这食物起名叫玛拿 它像圆衰的种子 色白 味道像铲蜜的薄饼 摩西说 耶和华吩咐的话是这样 要把满两公升的玛拿 保留起来给你们的后代 好让他们可以看见 当日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 在矿野给你们吃的食物 摩西对亚伦说 拿一个罐子来 装满两公升玛拿 存放在耶和华面前 保留起来给你们的后代 亚伦就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把玛拿存留在法柜前 以色列人吃玛拿 共四十年 直到进了有人居住的地方为止 他们吃玛拿 直到进入迦南地的边界为止 两公升就是当时的标准凉气的十分之一 感谢观看